论心理学的现代概念 卢君洪教授太平绅士 序言 东方传媒报业广播电视集团董事长 是澳大利亚高级心理辅导师 拥有澳洲心理学高级文凭 并荣誉担任意大利西安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受聘著名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 具有25年心理辅导经验 宣讲心理学与佛学理论 致世界125个国家与地区 拥有一千万佛学与心理学的学习者与追随者 本书为卢君洪太平绅士 近年来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论述编著而成 多年来 卢君洪太平绅士 在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与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有独到见解 为人类心理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积极和创新式的解决方案 为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增光天才 直此2019年2月24日 澳华心理学专家高级论坛举办之际 均以此书献给本次心理学论坛活动 以期与广大心理学专家学者 共同关注21世纪人类心理问题 推动心理学的研究与知识的普及 汇集社会民众 促进人类心理健康 达到自我超脱境界 现代人在心理上一直有一种恐惧和害怕情绪 所以现代人必须要学会心理的放松 训练来对抗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性 要学会小压力马上消除 大压力慢慢消除 更要学会交叉消除法 小压力在大压力出来前先消除 这样才能重新拥有自己的自信 在生活中 对自我进行放松和自信的心理 来对抗焦虑情绪 犹如用行为治疗法 来开发自我健康的认知系统 简单讲 就是经常给自己一种鼓励 所以要经常鼓励自己 每天试着给自己鼓励三次 我今天做得很好 我今天心里没有压力 我今天很放松 非常好 我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自然等 这种正面行为模式 来拒绝自己心中的负面行为模式 通过大量的强化思维健康行为 来削弱负面行为 这种在心理学上称之为自我调节 self regulation 其实现实当中 要让病患者拥有自我意识 扮演自己有信心 有能力战胜任何环境下 所出现问题的角色 心理辅导老师 要让患有恐惧心态的人 病人 让他刺激自己 以一种低调态度 协调自己对社会上 所有事情的认知 要让病人刺激自己 脑垂体的焦虑情绪 不让他产生消极反应 而产生一种既定思维 经常思维 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我当然也能做到的 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超脱境界 这就会有效地帮助他们 克制自己心中的忧郁成分 这种系统的方法 在心理学上称为脱敏疗法